有一位三十二岁的女网友 她跟男朋友交往了一年 然后一年的时候 她曾经拒绝男朋友的求婚 两个人因此失联了半年 之后又重修就好 那重修就好交往了四年 女生她想结婚了 她主动向男友求婚 可是当众被拒绝 女生喊崩溃 她说我觉得她就是在羞辱我 她想报四年前的仇 君子报仇几年不完 三年不完 这四年了 酝酿这么久 那么女网友跟男友交往一年的时候 男朋友跟朋友们串通好 求婚惊喜 你知道现在都要动员很多人 然后又不能让她知道 对不对 然后女生觉得感情还没有稳固 所以就当众拒绝 记住当众 完全不给面子的 男朋友因此就耍脾气 失联了半年 后来女生去求对方 然后才重新交往 先请教一下小默老师 你是男生吗 我是男生 然后交往一年 然后你去求 你去 求谁啊 你知道我看起来像女生吗 我就会洋钢 他会撒嬌 他会细心体贴像女生 因为我觉得我是台湾最洋钢的男生了 对 我常常看到很多娘娘腔的男生 捧家家台湾鼻孔最小的 好 那你这个如果说去求婚 然后女生当众 你可能动员了二三十个好朋友 对不对 然后设计那么久 买了那么多这个好东西 花啦 戒指啦 结果他当众拒绝 你会生气吗 我会生气 对 而且我会 对啊 就是第一个 男生就是要面子 第二个就是当场给很多朋友 就是看到那种不好的状况 所以我还是会就是强迫他 就是说现在你不要有没有 你就是假装一下 演一下 你也让我们私下有没有 我们再来不解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很多理由 我们可以想 是 所以他不行也得行 当众大家敷衍一下 敷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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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私底下再跟你说我不要 对对 这样子我可以接受 这样子 不过我有看过那个求婚 真的是这样 而且是我的客人找我 对 还有我的助理 他说老师你去他很开心 对 结果当场那个人 那个男生在求婚 不是女的求 是男的求 就那个女的说 就是他有别人 他更尴尬 那就更尴尬 当场我看到这个画面 有没有 我就跟我助理说 我们先散 对 我们先散 我们先先散 我就跟他讲说 我要去榜 然后说私手间在哪里 真的 因为接下来 有没有 我们就不敢看 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一定会 很多问题嘛 是 我又听过那样的 就是其实男生 拿着戒指出来求婚的时候 赚戒喔 其实那个还蛮感动的 对 女生很期待吧 对 结果跪下来 然后给他看那个赚钱以后 那女生一看 然后就走人 太小了 太小了 好 那推算一下年龄 当初女生被求婚的时候 才二十八岁 其实不能讲才啦 二十八岁了 对 然后而且他跟对方交往一年 一年当然啦 普通啦 然后这个对婚姻 可能还有一点迟疑这样 然后可是老实讲 他就是拒绝这个求婚 他可能很想继续交往下去 那我想请教Vivi 如果男友跟你求婚 那你内心拒绝 可是你会当众拒绝吗 其实我会当众拒绝 对 因为其实我身边 刚好有个朋友 他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有个女生朋友 然后他男朋友 要跟他求婚的时候 打电话串通门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求婚就是你要号召朋友啊 什么的 然后热闹这样 所以他朋友很用心 有打电话给我们 然后就是跟我们一起讨论说 要怎么样对他求婚 可是其实我心里面知道 这个女生根本不想嫁给他 但是 那干嘛跟人家交往呢 他交往 但还没有想要 到那一步啊 然后因为那个男生 他就很兴奋 因为他就是一个 很深情的一个男子 然后就很兴奋 想要怎么筹我 我就一直在犹豫说 我要不要告诉他 其实他没有想嫁他 他只想享受你的体力 我想很久 但是我觉得这是他们两个事情 所以我还是不好意思 就是摄入 所以就没有去戳破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那时候 他们在求婚的时候 我还是跟大家一样 一起起哄说 嫁给他 嫁给他 然后那个女生 就是不想嫁 可是因为碍于 迫于那个压力 他答应了 答应了之后 那男生就很兴奋 就开始筹划婚礼的过程 就是可能开始办婚宴啊 可以去提亲什么 那女生都一直找不到机会 跟他讲说 我其实没有想嫁给你 后来就有点半退半就结婚了 结果他整个婚姻的过程中 每天都在想着要怎么离婚 这好惨啊 对 很惨 然后每次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就聊说他觉得 他自己还可以有 更适合他的人 他觉得这个男生 并不是适合他一辈子的人 所以我觉得 按照他这样的例子 如果我今天 我假设我未婚的状态 我男朋友跟我求婚 我并没有想嫁给他 我一定会当下跟他讲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太痛苦的 可是难道让他那么没面子 你不能够想一个 比较婉转的方法吗 他痛苦没面子只有那一时 可是我的幸福是一辈子 对 我不能答应他 因为你答应他的时候 就是旁边的人 加上父母亲 可能就开始给你压力 就会觉得说他不是已经求婚 那你们什么时候 那如果你那时候又跟他说 其实我也没有很想嫁给他 很像就会有点骑虎难想 对 因为有时候男生会去调侃 就是女生说 你嫁不得 类似这样 女生就会说 今天嫁还没嫁 难道你就不能讲说 我今天先答应你 明天再说 对不对 很多人的状态很像也很难 就是怎么样跟他暗示说 我们其实只是先暂时 让你有面 我觉得那个当下太难了 怡君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如果说这个女生 他在之前一直 不管民事暗示 都有跟这个男生说 我不想结婚 那他还是硬要 在公众面前求婚 那我觉得这其实 公众上有问题 就是他 他其实不尊重 这个女朋友的意愿 那如果说这个感情的话 我就建议你们就不要结婚 然后其实对双方 真的都比较好 可是如果说他并 就是说女生没有 并没有一直表达说 他不嫁给他呢 那男生觉得 我跟你交往就是为了结婚 你也都没有拒绝我 那这样子求婚呢 那我觉得这样的女生 其实也要负责任 其实不管男生 女生都一样 你们在交往之间 就是一定会表达 对彼此的 或者未来的一些意愿嘛 你们两个现在交往是 只是一个 就是比较轻松的交往 还是真的有共同未来的这个 其实要有共识 那如果说是 在这种求婚不成的场面下呢 其实就代表说 你们没有共识 那其实没有共识 不要结婚是最好的 对啊 所以其实应该是一件好事 女生会期待求婚吗 会喔 当然啊 突然会被念一辈子喔 真的喔 对啊 把你喜欢浪漫式的求婚吗 我以前喜欢浪漫式 后来我发现我太不了解 我自己了 因为我老公弄一个 很浪漫求婚 结果我中间逃跑三次 我觉得太丢脸了 太多人在这样 很浪漫的时候你逃跑 对 因为我觉得 我后来发现我们摩羯座 想想这不适合 对 我们很像 比较反而比较适合 低调的求婚 可是我以为我喜欢 很热闹的求婚 然后我就一直逼我老公说 赶快给我个求婚 赶快给我求婚 然后老公 赶快给我求婚 赶快给我一个求婚 因为我们 我们是已经确定婚期了 这是你去求人家呢 这样子 我强迫他 我说你赶快给我求婚 我朋友的LINE都给你 我还自己把东西 联络方案都给他说 你赶快找其中一个人 讨论一下怎么跟我求婚 然后我老公 就只好跟其中一个朋友 他说他一直叫我帮他求婚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想法 我配合都帮他策划好 还写好了 这样就是整个企划书 什么什么 结果当天真的到的时候 我看到整个商业商说 天啊 这真的是太尴尬的场合了 全部的人 然后就很 你知道就是放音乐 然后大家拿玫瑰花 然后就是一起这样子看着你 然后因为那又是在一个 公开的场合就是 在哪里啊 就是在现在新北市政府广场前面 你说是不是人来人往 对 人来人往 然后那是个公园啊 对 那是个公园 然后我老公 我朋友他说 他说我会一直这么强调 表示我要一个很慎重的求婚 他们还去那个楼梯 每一个楼梯都绑一颗爱心这样 等爱心气球 然后就这样 那你接着这个玫瑰花 这样走下来 然后你在上面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我老公很浪漫的 伴跪姿 然后带着婚姊在那边 结果我走到那边看到 他就跪在那下面 我吓死了 想说太尴尬了 我就跟他逃跑 然后我朋友就想说 我到底在搞什么 我不是一直想说要求 他又把我抓回来说 你在干嘛 赶快结束这一线 因为他们都想解脱 大家都只想解脱 摆脱我随便 就把我抓回来说 那你人来人往啊 对 然后我就这样逃跑三次 后来我老公在那边 他跟你求了三次啊 就是我逃跑 好 被抓回来 好 被抓回来 好 再抓回来 对 然后老公过来那边 然后我走路的时候 他一直哭 一直哭 他自己很感动 他很感动 他觉得很尴尬 对 我心里面一直觉得好尴尬 赶快结束这一切 结果后来你就答应了是不是 就不得不答应 因为是我逼他的啊 所以我快点结束这样 那你老公也很感性 他很感性 对 在那个当下 那是什么样的眼泪 就是应该是 开心的 羞愧的眼泪 什么 羞愧的眼泪 我吓哭了 可以吧 我想比较快开心了好不好 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 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 包含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密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